今天网路上掀起了90年代美式风格毕业照热潮 只需要花费190块钱 就能用AI合成美式毕业照 吸引了不少人跟进 阿坑日前就晒出了自己的毕业照 但却不是AI合成的 而是他在美国念书时拍下真实毕业照 他在天文中笑称 大家要不要PO出 没有修图没有AI的毕业照 这样会比较real 比较好玩 从照片中可以看见 阿坑身穿黑色西装 竖着中分头看起来相当青涩 天文以来不少艺人好友留言 搭载他的照片很真 笑问他是不是也花了190块 事实上阿坑毕业于加拿大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 也曾到美国戏剧学院进修一年 因此会说流利的英文 不过回到台湾后 主要活耀于综艺圈 因此许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这段留学经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